我想出来看看这个世界 因为我从小就是特别红 人权的尊重 被铁钱捶了 他很拥护共产党 拉萨打打架枪 因为现在太左了 他矫枉过正了 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拿来讨论的话题 但是可惜你不信赵 我们现在来到温哥华 是去采访一个年轻的家庭 这个年轻的夫妇带着一双儿女 非常的幸福 但是他们来加拿大之前 甚至不敢来 拖到签证 马上就过期的最后一天才来 来了以后 也是经历了一番的挣扎 现在两个人都找到了 政府的这样一个工作 看看他们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能跟我们分享什么 而且据说这个 丈夫最开始来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的小粉红 现在能够更理性客观的看待事物了 他是怎么有这些转变的 他们是怎么享受加拿大的生活的 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想着接受移民的采访 也可以联系我们频道的邮箱 如果你喜欢类似的移民内容 也可以关注我们 话不多说 咱们赶紧去见嘉宾 哈喽 Jillian 你好 欢迎你 欢迎你 快来 这就开始录下了 魔方都准备好了 对对对 就我们家不用介绍的 我们家的小魔方 儿子 那种姑娘 最最最好课的一个小女孩 他这顺的 女孩 哈哈哈哈 你说他不用看 他就是迫不及待的 就是他说东南是谁 我说是一个很厉害的YouTuber 很厉害 YouTuber吗 那我能不能看我的魔方 我说可以 他就是知他目的 哈哈 我这么快就聘好了啊 哈哈 我太厉害了 哎呦 哎呦 是啊 哎呦 都是展示型 你家小孩有展示型啊 我展示了一下钢琴 哦 对对 就我叫陈子的 然后我是99年啊 跟着父母从海南移民到加拿大的 然后一开始最最开始的登陆地点就是在温哥华 温哥华我听说什么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女孩啊啊 为什么千里迢迢迢非得去中国大陆把这一脸弄 呃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所谓那个弱水三千只取一飘瘾嘛 对是 所以说那个呃还是看缘分嘛 就虽然说我们是从小就认识 但是也没有从小就开始谈谈恋爱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吧 就是我还在上大学期间 然后就就就就回到中国去玩 谁是放手架回东午去玩 然后又联系上了 就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然后又联系上了 然后从那以后就又开始了 也没有太多恋爱经历 就啪 就在一起了 你确定吗 哈哈哈哈 没有太多 哈哈哈哈 对 那Jillian呢 你在大陆上大学的时候 应该是很多男生追你 为什么就非得来加拿大找个小伙 嗯 其实这个还真的就像他说的是缘分 就是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呃 从小就就认识 但是我们 我从来都没想到 我真正的那个真命天子会是他 其实他那时候最吸引我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挺喜欢就很绅士的男生 然后呢 这个男孩一定要慷慨 如果前上慷慨的话 那你这个人做事和你的心都会比较大 也比较大气 所以我觉得这是男生对我来说是必备的品质 所以嗯 James这一点很符合 我们那时候结婚 我是真的很纯洁 就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房子 车子 票子 要怎么样怎么样才怎么样 包括我们家当年就是 最后我们走在一起 这些都没有谈过 那James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服他加拿大比中国大陆好 让他跟你来到加拿大 我并没有试着去说服他 你并没有说服他 对我当时其实最朴素的观点就是想在一起 然后 但不是你回到大陆去 其实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对大陆已经不习惯了 不习惯了 对不习惯了 就是已经很适应这边的生活了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离开多久 大概也就离开 五六年左右 差不多 这你得好好解释一下 要么网友说 他是不是装啊 刚才一五六年就不是 对 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很爱国 那时候 但是就算是那样 我回去已经是感觉到不习惯了 哪方面不习惯了 比如说 最表面最浅显的理由 就是觉得人太多了 文化方面 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 就是比较像加拿大那种比较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 回到大陆 就是再回去中国的时候 其实已经感到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了 就是你俩想在一起 你回去不适应 对 就只有变成这一年 他来到加拿大了 而且他当时怎么说呢 怎么讲 就是当时就考虑的时候 就只能是考虑 我能不能 就是来到加拿大 因为其实我以前是希望出国的 我希望出国是因为我想出来看看这个世界 但是我还是要回去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有一天就是真真正正就是要移民 当我要来加拿大的那一个得到签证了以后 我是按了那个时间的最后一天来的 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和不舍 但是我们在决定这件事之前是 没有想过说他要回去 因为就像他刚才说的 就是这方面的人情世故的东西 现在我回国内 对我觉得我都不能生存 你们俩大学都是学的 各自学的什么专业 我学的法学 对 法学 对 那你来到这儿了以后呢 你是有个bachelor还是master当时 当时是bachelor 对 然后完全就是变了 当时我也考虑过来这边学法律 继续学法律 但学法律的话我就是考一个master 那考完master我能够做什么呢 就是最高就是paralegal 做不了律师 做不了律师 什么原因 因为加拿大的这个体系是不一样的 他要你在学律师之前 学法律之前 你必须有一个非法律的其他本科 那我好彩不彩 我的本科是学的法律 所以后来就放弃了 学了什么专业后来 就是财经 就是business 然后就是考的cpa这条路 学几年需要 也是三年多的时间 然后然后又考 主要是要考这个cpa 也是考cpa 我觉得一点都不比考中国的大学容易 就是我当时是已经在那个省政府里面做审计工作了 而且我还怀孕 我当时就是又工作又怀孕又要考试 就是一路走来 因为他时间拉的也很长嘛 两到三年的时间 六个模块 每个模块的每一个礼拜 你教那个 就是每天都在写paper 每天写essage 然后就写各种的分析 之前是怀孕 后来是生了孩子要管孩子 晚上又要学习 然后又要工作 有一段时间是压力挺大的 对 但是很充实 但是很充实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然后 这就是我感受到加拿大的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去省政府面试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我自己有怀孕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 但是我是半年之后才入职 可是半年之后我的肚子都跑出来了 然后我当时是很担心 因为这件事情会 就是不那么顺利入职了 去了以后 很欣然的接受啊 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都还很照顾你 然后等到生孩子了以后 你照样该拿的福利 照样什么都有 回来了以后 因为我过了CPA嘛 又给我加薪了 然后 我当时我就去找我那个director 我说老板啊 我特别感谢公司这么对我 但是我真的心里面挺愧的 我说我还刚刚那个 那个生完孩子回来 然后就又给我加薪了 然后老板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当着一个妈妈 然后要照顾着孩子 你还把四个module全部一次过了 是公司应该感谢你 对 所以当时这句话 对我来说真的 哇 就好暖心 你说人家是客套话吗 我更觉得他们的内心 也会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说到底 还是人权的尊重 和对人的尊重 作为人 你会感觉到 你在这里是一个 就是有价值的 你不是 你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人权这个词 在很多 尤其是大陆背景来的人 看来这个太大 很大的词 对很大的词 很多人觉得人权是 人权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知道 Jims你能不能 基于你的背景 给大家讲解 什么是人权 什么是人权 讲得接地气一点 人权是天寿的 这是上天 神给我们的 这是谁也夺不走的 谁都应该有 谁都应该有的 只要你是人 就应该有的这个权利 比如说生存 生活 平等的 有尊严的生活 像空气一样的东西 就是理所应当的 只不过是 可能在有些环境下 可能它被压制了 被忽视了 就是可能更加强调的是 集体 而不是你个人 不是个人的利益 应该为集体利益让步吗 我们大陆从小就学习教育 但是要是个人的利益 都无法保证的话 那如何保证集体的利益呢 就像我妻子刚才说的 假如她要是被 默示 被排斥 那本身她对这个集体 就不会有任何的 connection 就不会有任何的 情感上的 价值上的联系 那这样的话 这个集体其实也是撑不起来的 就是拿我自己的这个工作经历 我可以有不一样的生育出来 我不会担心我的上司会因为我跟她有不一样的意见 她就给我小鞋穿 或者我不会因为担心 我没有吹捧她 我就不能被升迁了 这都不是在我工作需要废头脑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也才能让你的你的团队 你的这个公司或者大一点这个政府机构 你才能够往前走 哎哟 这真是一个男孩的房间 你介不介意我打开灯 可以 嗯 哇这么多啊 有很多不一样的 哇太帅了 你又是篮球迷又是足球迷啊 我很喜欢篮球 这不是Toronto Raptors是吧 哦 但是你放的是一个足球 对 但是从FC巴斯罗马 你是巴斯罗马的粉丝是吗 是 但是我也是一个Manchester United的粉丝 哦 谁是你最喜欢的球星现在 Ronaldo Ronaldo Cristiano Ronaldo 嗯 我也是 来吧 哈哈哈哈 妹妹来你的房间 你开心吗 你不管 只要是她不会在 像她们有些次她在早上 她就不来这儿 然后她就 哥哥 我无聊了 哦 哈哈 然后我不看她玩 她就闹 哦 她就哇 哈哈 哈哈哈 那你会 那你会包容她吗 No 哦 不会包容她 No 哦 妹妹 你喜欢跟哥哥玩吗 喜欢 哎 那哥哥喜欢篮球啊 足球啊 魔方什么 你最喜欢什么 做东西 做东西是吧 嗯 做一些手工艺品吗 还是怎样 我做过一个书 书 就是book那种书吗 哦 notebook 哦 notebook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展示 展示就是 Can you show it to us I don't know where it is 哦 女孩的房间 我们男生能进吗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再过两年告诉你 我太漂亮了吧 哇 你的房间太漂亮了 哇 这不是 是 城堡一样吗 这个都是你画的这些个 嗯 那也太厉害了吧 我也画的这个 哦 这也是你画的 小心小心小心 发现James是一个喜欢思考的这样一个人 喜欢探究这个世界 是 哪里对哪里不对 对 包括钱彩的时候可能Tina也跟你们提过 你以前是一个非常粉红的这样一个人 对 非常粉红 极端的 到现在可能你有了一些稍微不一样的认识 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特别红 嗯 小学的时候就是就是带三刀杠 然后包括这个也是很红 这个也是那个那个 红旗下的讲话 嗯 对各种各种三好学生一堆 我们家的家庭环境也是也是就是各种 啊 就是党的各种光辉形象这样长大的 就是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参加了 那个 之前还发生了就是那个西藏事件啊 西藏事件 就是拉萨打打枪抢烧 嗯 然后然后奥运圣火跑到全球各地的时候 比如说都遭到人破坏阻拦 对我们是保护的 我们是爱国的 但是疯掉了 但是没有影响我太多的那个爱国的 对 没影响太多爱国热情 哎 因为就是就是感觉有些不解 但是也没想太多 嗯 就是反正祖国反正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样都是对对的嘛 后来就是一直就是到很后面 到到疫情的时候才发生转变了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观众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跟粉红好像还有点区别 因为你是真正的是去 嗯 怎么说就是对关心这些个人民呢 但是他的侧面是他很拥护共产党 他很拥护 他就觉得这个 是因为这个党治理的这个国家很好 所以他对这个很有感情 嗯 那他现在把这种感情是剥离出来了 嗯 他以前是觉得党国一家 嗯 现在是党和人民是不一样的 刚来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图书馆里挂了一幅海报 是什么海报呢 坦克人 哦 就是天安门关海 就是有那个人开坦克 然后有个人站在坦克前面那边挡的嘛 有过那海报 哎 奇怪这是什么什么东西 完全没听说过 完全没见过很上 就是这是发生在我们中国的嘛 然后后来上那个social science 就是那个社会科学的时候 讲就是讲各个国家历史文化这些东西 然后就讲到了OK 哦他讲这些东西呢 讲讲 不讲 然后就就就其实哇原来还有这股战 但是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啊 就是就是一帮就是就是闹事的人 就是被被被被被 CIA 策反的人 哈哈哈 污蔑我们伟大祖国 对对对对对对 要要要要要要要来蝙蝠祖国 这帮都是一帮坏分子 嗯 对当时就算是知道了 也是也是也是那样那样想 嗯 知道就是很多年之后 再过来审视这张利益意识 就是感觉就是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詹姆斯他的他的他的个性色彩是很分明的 嗯 他就你看他粉红的时候 他祖国什么都很好 嗯 然后一切都很好 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弟弟还特别小嘛 嗯 我还记得就是场景里面就是他怎么样教 弟弟中国上下五千年 我们国家的文化多么的好很骄傲 嗯 然后就是讲那些他他这方面知识也也够 嗯 后来慢慢的他我就听到他讲的就是 就挑着不好的那一方面在讲 哦 这完全是变了 我说你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 就每个国家都有好哪个国家都有不好 但是你不能说就因为这个国家这方面是不好 然后你就盖掉了所有的好的 对 其实刚才您爱人说的这个也是网上争论非常多的 对 不是说只有完全不好和完全好 也有可能中和的 对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同意 你也同意 我同意 就是我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好 在我看来 嗯 就是很多事物 都可以从两个不同的高度去看 一个是战术层面 一个是战略层面 用贴地气的话给咱们解释一下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我特别说了这个 我特别喜欢说阿富汗 嗯 阿富汗 这两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把美帝赶跑了 就是战术层面上去看 嗯 它是好事 是吧 我们把美帝侵略者赶走了 但是从战略层面看呢 那么 就是阿富汗塔利班他上台了 OK 他们干了第一件事就是 OK 女性 从此你们不要上学了 然后最近又有新闻 就是说他们恢复了实行 就是用石头 把人给砸 把人给砸死 这个刑罚 你看下去好像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你要从大的方向去看 从更高的角度去看 但真的是那么好的事情 再回到中国的这个场景上来说 比如说我们有三艘航空母舰 是吧 能够跟美帝干上一架了 嗯 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火箭升空了 OK 好事 它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嗯 哎 你这个跟我接触的身边的小孩 一些思想不一样 他们都想 你看我们国家上天了 什么航空母舰下水了 我在国外多字好玩 就是在那个知乎上面就有一个段子嘛 就是说之前落后的时候 国外势力还有机会来救我们 现在祖国强大了 他们都不敢来了 所以说很多我们看似进步的东西 其实它加强的 它不一定是加强这个好处 不一定是会烙在真真实实的每个人身上 就是说它强大的可能是这个国家 它的管控能力 以及它的这个触手可以升得更长了 这是强大 但是可惜 你不信造 很多的人都说 你看咱们前些年饭都吃不上 现在咱们也吃上饭了 有的也出国了 开上什么马什么池了 那不是比原来好多了吗 为什么你说人家没强大 怎么说呢 看到的是表面吧 看到的是 你只看到了开什么马开什么池的人 还有 这些永远都是小部分人吧 或者是说它这个利益 它并不是只有普世性的 它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好 或者是所有人都能看上什么马什么池了 它不是那样 这也是一个大话题 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人权的话题 也是一个大话题 可能今天咱们探讨不出个业子 潜谈极止 潜谈极止 听你们刚才的聊天我也能听出来 你们也说 加拿大现在跟世界二十几年前好像不太一样了 是吧 很不一样 你们觉得加拿大发生了什么 对比还是挺强烈的 比如说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二十几年前 就是物价还很便宜 就是那个时候一升油三毛钱四毛钱 然后我有个家里有个朋友 他在列州人买了一个condo花了一万块钱 然后现在已经涨了几十倍了 上百倍的时候 对啊几十倍 当然是老condo 那一万块也是不太像这样 对啊一万块钱上当早去 对啊 刚来的时候是吧 我们去超市买一只菜 一拎一拎好几个塑料袋很沉的塑料袋 一算账二三十块钱 没有没有没有 我来的时候六十块钱 我还记得六十块钱 然后两大兜 然后什么肉啊米啊鱼啊 然后零食水果啊什么 全都非常丰富 什么都有了 然后六十块钱两大兜 相当于现在大概要四百多五百块钱的 对而且这么一堆东西够我们吃一个礼拜 对 第二个就是从人的方面来说 就比如说当年刚来温哥华的时候 温哥华这边人开车是非常慢的 大家礼让的非常多 温哥华还是这样的 非常非常慢 大家几乎看不到什么开快车的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是那样了 在街上经常能看到那些很erratic的这些driver 开车也是那种油门踩到底哗那样的 或者是各种不文明的这种现象会比较多一点 现在的加拿大跟以前的加拿大比 差距还是挺大的 还是挺大的 还是挺大的 对但是不至于大到让我想搬离这个地方 对 加拿大这种变化你感受到吗 这一点我能感受到 那我不觉得加拿大的变化是那种根本性的变化 对 就不至于说是变化到真的是 完了 这个我讲 对就翻转了 然后你就是要考虑到你怎么样 但是它的变化对我来讲 我能够切身体会的是保持的和变化的东西 就保持的东西还有什么 我觉得它的制度还是好的 它是有纠错机制的 所以当当一个党太祸祸祸了以后 他还是会有一个一个人给他把它往正轨上掰一掰 所以我不觉得他会错的太离谱 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政策上面 或者是政策的执行 或者你办事情 人办事情 还是依然是一个讲诚信 讲制度 讲规矩的一个国家 对 不至于说这个方面都没有 这是我当时要想留在这个地方 也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不好的一点就是 大家现在也很热门的一些问题 那我家里有孩子 我会比较关注的这个同性恋的问题 还有毒品的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太左了 真的是太左了 就有一些普通的常识 就是在别人 在我看来就怎么可能是一个拿来讨论的话题 common sense的东西 就 比如说 比如说同性恋的这个被广泛传播这个去 好像我现在已经感觉是一个被宣传大家鼓励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有点太太过了 学校里面但凡有个孩子有几个行为举止是这样子的 拉去consulting那里 然后甚至有的学校出现诱导性的问题 然后去证明你是一个同性恋 因为这个孩子不是 那包括毒品也更是一样 大麻合法化已经是挺那个什么了 现在又毒品也合法化 这难道不是common sense吗 这个太不应该这样做了吧 你们知道这个彩虹是啥意思 不知道 你知道是吧 Gay 用个另外一个词好像 啥是Gay 啥是Gay Transgender 啥是Transgender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时机啊 孩子问你啥是Transgender 是不是 你对于年载人说的 关于同性恋文和毒品的问题太左 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同意 你也是同意的 对 因为BC省是全加拿大最左的一个省 没有之一了 自从毒品除罪化以后 每年因为毒品吸食过量而死亡的人 在这几年中涨了三倍多还是多少 涨了三倍多 因为我在市政府工作嘛 然后我刚好我在的那个城市 就是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城市 你在哪个市政府 在树里 树里是整个BC省 毒品吸食过量死亡的人最多的一个地方 我一直以为是温哥华 温哥华是很严重 但是树里的死亡是最多的 更严重 就是有的时候他矫枉过正了 就也会产生非常不好的效果 那你看作为我们保守党的Alberta 就想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把NDP选下去不就完了吗 你非得支持NDP干嘛 这应该说是绝对的人都认识到 就像去年那个 现在温哥华那个市长 就是一个中国人吧 Ken Sim 他能够上台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理由 就是他说他上台之后 他要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然后他要往就是街头 就是多派遣多少名警察 但是就是说还目前还没有看到 太明显的一个变化 就是希望将来有人能够在联邦政府 或者是在省政府层面 就是在一个更高的level的一个层面 能够发生一些变化 然后能够更彻底的去制止 甚至是扭转这个局势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很多加拿大人 希望看到的 对一定是 每个人都希望加拿大越变越好 如果让你们俩 而且作为一个移民这么多年的人来说 给一些个新移民 或者说刚来加拿大的移民 或者说马上想来的人的 尤其是华人移民一些个意见和建议 你们俩分别想跟他们分享什么 当你感觉到你所生活的环境 让你不开心了 然后你又没办法改变的时候 非常欢迎来 但是不适合那些认为 过来之后我的生活 会变得更加的人上人 这种人千万不要来 因为你100%一定会失望 所以说那些一心求变 并且一心认同普世价值的人 加大敞开臂膀欢迎 因为这就是你追求的东西 即使是语言不通也没关系 有很多很多的路径 也能够让你过上主流社会的生活 他讲大的方面 我就像你说的接点地气 接点实在的 就从一个切切实实际记的个人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个官二代 富二代 并且你很享受你的特权 就是靠人情能打通一切关系 你就好好的在国内待着 因为你拥有特权 说实在的 你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行的开吃的开 你来了加拿大一定就是碰壁 因为加拿大不兴这套 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如果你想感受到被尊重 自由 平等 这个平等是体现在 不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平等 包括你加个三插个队 都会被人唾弃的这样的那种平等的话 你来加拿大 跟他有点不一样的感受 语言很重要 你想要在主流社会里面生存 一定要过语言观 你可以不用说八八六 但是你最起码能够跟人家交流 你能跟人家有思想的碰撞 这样你才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走进主流社会 主流社会是什么 你一定要能够跟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些人 他能够能够有思想上的交流 你们能有这样的碰撞 你能够被人尊重 能够被人接受你的思想 而且你的生活圈子 你可以在在在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国家里面 是被认可的这样的一群人 那第二点呢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破釜沉舟的心态 你别来了以后 就是左过右看的 哎呀来了三个月 哎呀各种不习惯 各种不适应 打包回国 或者要么就是 哎呀我是应该半年在这儿 还是半年在那儿 我国内还有点生意 要不我在这边再留个什么 然后我在这儿坐会儿 大部分的情况都不会好的 因为你的心就被分着了 你就一直没有说想在这儿扎根的那个决心 所以一定要破釜沉舟 不管遇到多少的困难 你既然扎根在这儿 那你就走下去坚持 哇我这十几年最受益的一个词就是坚持 抑制一定要坚韧 一切的困难都会过去 我觉得这是我给在这边的人的一些建议 还有就是在国内已经有了工作 有了各种投降的人 或者是光环的 来这边放下这些心态 没有那么多人在乎你当年什么成就 也没有那么多人说笑话你现在的这个低岗位 只有你自己最在乎 所以放下这一切 那从头开始 你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 你想干点啥忙起干 过好的是你自己的日子 能够在国外生活 那为什么要在国内呢 上山下乡 农村很艰苦 反向闹革命 养要自由 想要民主 反对共产党 胡耀邦就是他们的代表人 解放军先屠杀老百姓 共产党总也洗不清的这污点 天安门广场 没有真正死人 共产党的形象一下坍塌了